活佛师尊词语,保持出发本心 一个人的观念,会影响自己一辈子 要时时刻刻保持,出发本心 修道不要怕考验 刀要越磨才会越立越亮 因此应让自己,在这个环境里头 找到自己的盲点,再从那一点 好好的下功夫 去把它改掉,修掉,变化气质 修才知道自己的盲点在哪里 要在人世琢磨里 才知道你的火候是几成呀 如果你逃避现实,退却了 那并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那叫做避世法门 只能算是聪明一世 一个人如果因为无名 而让自己脾气毛病 多到自己都想象不出来 那是非常吓人的 所以记得 修道就是让自己修回本性 希望徒儿们 希望徒儿们了解为师讲的含义 好好做,好好修,一步一脚印 总而言之,人亏天补 不怕念头起,只怕你念头起的时候 难挡心魔,那可就糟了 记得换回本来的自己 内圣外王要好好去修 平等之中还要懂得伦理 家庭有家庭伦理 道场有道场伦理 虽然是平等 但是还有一个伦理在里头 如果你自己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平等 那或许只在于你的想法 记得有德者必受命 为何这么说呢 那是因为一个人诚心敬意的修道 必然能够感动上天 修行不是做给别人看 也不是应付了事 而是要对自己负责 对自己能够交代的过去 只要你能用心修办 最后你就会了解 终究还是应该回归自己